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关于弹簧的剪斜运动周期 那我们在前面的影片介绍 剪斜运动是最简单的一种振动 那弹簧 就是一种 剪斜运动 用一个弹簧把 用一个弹簧把物体连接 然后物体随着弹簧的振荡 就是剪斜运动的一种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小题 然后在第二小题和第三小题 我们再来讲解一些 新的概念 新的公式 首先弹簧的弹力常数K 是每公尺100牛顿 每拉长一公尺 或压缩一公尺 需要100牛顿 然后一端固定 另一端系 质量M等一公斤的物体 然后将物体从平衡点 拉长10公分后放手 做简弦运动 在光滑的水平面上 做简弦运动 好那很明显的 它的原长 它的正幅 就是10公分 因为 它从原来的长度拉长了10公分 放手之后 它的最右端最左端 震荡的最右端最左端 就会是10公分和负10公分 正幅就是10公分 好那第二题就要来解释一下 介绍一下 弹簧的震荡周期公式 首先呢 在我们前面介绍到 弹簧的震荡是一种简弦运动 那它的运动方程式 就可以写这样 物体受到的合力 就是弹力 弹力遵守五颗定律 伸长量或压缩量 乘上力常数K 然后这个力的方向 总是会跟它的 形变的方向相反 压缩的时候 力量会想要弹回来 拉长的时候 力量会让物体想要缩回去 就是让弹簧会想要把物体 拉回去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负号 然后合力又会造成加速度 这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所以后面这两个 等号左右两边 整理一下 变成加速度会等于 负的质量分支力常数 然后再乘上位移 然后我们说啊 这个是变加速运动 因为随着它的位置改变 加速度也改变 我们之前只有学过 等加速度 变加速度的分析 怎么分析 在解写运动的情况 我们使用等数圆周运动的投影 来做分析 等数圆周运动的投影 来分析解写运动 那这是位置的投影 半径的投影 然后这是向心加速度的投影 那我们把半径的投影 也就是它的水平位置 和这个向心加速度的投影 去解联力 解联力之后就会发现 cos 会消掉 然后向心加速度的公式 又可以写成r omega平方 所以 这两个式子去解联力的时候 最后就会得到r也消掉了 cos 也消掉了 最后得到水平方向的加速度 就会等于负的脚频率平方 再乘上水平的位移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比较 在我们先前的影片有介绍 这个等数研究运动的投影 就是跟弹簧的运动方程 有相同的数学形式 它们都是加速度跟位移成正比 然后反方向 所以这时候我们去比较一下这个比例系数 比例系数 m 分之 k 就会等于 ω 平方 所以等数研究运动 等数研究运动的脚速度 或称为 简协运动的脚频率 它的平方 就会等于 弹簧连接的物体质量m 分之 弹簧立场数 k 然后再运用我们之前学过的 等数研究运动的关系式 角速率 它可以写成 周期分之二拍 等数研究运动 等数研究运动的关系式 所以再把这个 角速度 在简协运动叫角频率 把它写成提分之二拍 最后呢 看这个 等号的左右两边 开根号 然后再移向 最后就会得到 震动的周期 就会等于二拍 根号的 k分之 m 这个就是弹簧的震动周期公式 所以我们第二小题 就是要带这个公式 带这个公式就是 周期t就可以写成二拍 根号的一公斤除上立场数一百 所以结果就是五分之拍 第二小题就是五分之拍 然后第三小题的话呢 在前面的题目也有点类似的 也有点类似的题目了 前面也有类似的概念 就是我们拿等数元周运动的投影 来分析剪血运动 它从端点 物体从端点向左移动五公分 所需最短的时间为多少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三题 第三题这里它是说 我先画一下 这个最底下这里是平衡点零 然后 右端点 右端点这个是 十公分处 其实我们直接写十公分 十公分处 然后它要向左移动五公分 也就是它要走到我们 我们这个所画的这个天然色的这个位置 它从十公分处走到这个五公分处 好这样子 那它要问需要多少时间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 这是投影的结果 水平方向的位移是 等数元周运动投影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把它往上对照回去 对照回去 对照回去 对照到等数元周运动的位置 这样子 所以相当于它走了五公分 那相当于上面的参考员 这个等数元周运动 这个参考员 它走了这段 走了这段 就是从这个位置 然后转到了这个位置 那转到了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看它是转 整圈的几分之一 看是整圈的 就是几分之几 整圈的几分之几 这样就可以算出它所花的时间 因为绕一圈的时间就是周期 好 那这里就有关系到几何 几何关系 我们知道 它这一段 稍微画一下 这段现在画的绿色的是五公分 然后 它的半径 这个圆的半径是十公分 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段也是五公分 那结果它这边是直角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1比2比根号3的三角形 就是1比2比根号3的三角形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角是特殊角 它是60度 60度 知道这个角度是60度 那回到刚刚所说的 这个底下的影子的运动 相当于上方参考员 它转了这一段手画的时间 那这时候它是走60度 也就是六分之一圈 六分之一圈 所以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就是它其实所需的最短时间 就是六分之一个周期 所以就是六分之一乘上五分之π 所以就是三十分之π 然后第四小题 如果将弹簧的阵幅变大 但是还在比例限度内 那请问它震荡的周期是否改变 我们就看这个弹簧的周期公式 这里面它跟所连接的物体质量有关 也跟弹簧的立场数有关 但是跟正幅无关 所以第四小题是否 正幅在弹性限度内 比例限度内的话 正幅的大小是跟震动的周期无关的 好谢谢同学